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祝你晚安 做个好梦 那些很早就步入婚姻的人 现在过得怎么样了 这是我今年想的最多的一个问题 因为到了这个年纪 似乎身边很多朋友都已经结婚生子 即使没有结婚 大多也走在准备结婚的路上 就好像别人已经提前交卷 或者马上写完的时候 只有我还没有开始这场考试 有时候我会忍不住想 那些早早结婚的人 和我这种大龄未婚的人 到底谁过得比较开心 作为两个相对极端的群体 在生活当中遭受的误解和偏见 其实是差不多的 我们好像都是一种另类 前两天跟一个很早结婚的朋友聊 我问他 你有没有后悔过那么早结婚 他说 说不后悔是假的 有很多个时刻我都在想 要是当初我没有结婚那么早 现在会不会 更快乐一点 但除了后悔 也会有很多时刻 让我对这个决定 感到满足 感到幸福 他是我朋友当中 结婚最早的一个 大四刚毕业那一年就结婚 今年孩子已经上幼儿园了 一开始我和那些 反对他的人一样 觉得这么早结婚不好 两个人都没有稳定的工作 思想也没有成熟 这种婚姻一定经不起生活的垂大 我当时还劝过他 我说你才刚毕业 还那么年轻 还没机会 好好去外面看看 你这么早结婚不会遗憾吗 那个时候他就告诉我 他说人生不管怎么选 都会有遗憾 但就目前来说 不结婚 我会更遗憾 我必须承认 当时我对这段婚姻并不看好 因为我总觉得 他只是一个 未经世事的小姑娘 从小被父母宠着长大 没有吃过生活的苦 也没有为自己操过心 结婚之后 很难处理好生活的各种麻烦 事实证明 只是我启人忧天 结婚之后 他确实遇到了 很多棘手的问题 比如和公婆相处 并不愉快 比如老公突然变得 斤斤计较 比如成为一个新手妈妈 他却什么都不懂 但这些并没有影响 他成为一个幸福的妻子 一个合格的妈妈 在那些琐事的打磨之下 他变得越发成熟 处理事情 也越来越游刃有余 对于孩子的教育和照顾 没有比任何人差 直到那时候 我才意识到 原来我之前的那些偏见 是多么狭隘 后来我给他写过一封道歉信 关于我的自以为是 关于他的执着坚强 关于那句 未曾说出口的 恭喜 他在收到那封信之后 给我打电话 哭了很久 他说其实他 曾经后悔过 当初没有听我的建议 甚至产生离婚的念头 因为婚后生活的种种 让他感到不适 当初所有那些 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 都被现实击碎 但他没有跟任何人说过 因为他知道 很多人在等着看他的笑话 等着说那句 看吧 我就说早结婚不好 你还不听 为了那口气 他忍下所有的委屈 身边和他同龄的女生 大多都还未婚 每天的生活都很精彩 他们计划着去哪里玩 打卡什么美食 死掉不喜欢的工作 做任何想做的事情 不用顾虑太多 但他不行 他要考虑另一半 考虑孩子 考虑整个家庭 虽然结婚之后 他确实经历了很多 不愉快的时刻 但如果让他 回到过去重新选择 他依然会选择结婚 因为他很确定地知道 现在的老公 就是那个对的人 其实不管是早早结婚 还是大龄未婚 都不能用 对不对好不好来评价 每个人 都有选择自己 想要生活的权利 而每一种选择 都是平等的 不存在 谁比谁高级 我们都是在一边成长 一边为自己的过往选择买单 也许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会庆幸 也许会后悔 但每一种选择 都是幸福的可能 而在这里 我们会庆幸福的可能性 我们会庆幸福的可能性 会庆幸福的可能性 我们会庆幸福的可能性 感谢观看